专栏作者,心理咨询师,追求有用的饭鸡汤主义者,拥有积极态度的悲观主义者,看完我不是要神,我待坐了几分钟,心里特别难受。 难受的原因,大概是因为看到了一个个本是鲜活的生命,在现实和病魔之前,是那么脆弱,渺小和卑微,但好在也不全是难受。 还有一丝丝无声的欢喜,欢喜于浙血的黄毛,老而吃重的牧师,放弃调查的警察,欢喜于一个个底层的小人物,在关键的选择面前,保留了人性中那本身的善意和侧野之心。 千万不要小瞧你内心的那一份善意,纵然它治不好这个世界,但是至少可以给人心一点光亮。 零一开了一间卖电度神游转秧的店,四处躲交不起的房租,他离婚后独自带着孩子,自己的老爹有生命危险,却拿不出救命的钱。 男主角程勇,一个落魄的中年男人,在电影的最开端,就这样呈现在我们眼前。 程勇,徐丁氏,据媒体报道,程勇是有现实人物原型的,现实中,在网上教大家学习,如何购买印度格列宁的人叫陆勇。 吴锡然,紫城副业经营一家工厂,加进一时,2002年,陆勇被诊断为脉粒细胞白血病,两年内为了吃药稳定病情,花去了70多万,如此下去,即便加进富裕,也终究会被吃空。 陆勇,后来在网上看到有病友服用印度的格列宁,病情稳定住了,因此自己在尝试之后,就开始网上教大家,如何购买印度格列宁,救了很多人,因此被很多病友成为药侠。 如今的陆勇,生活在正常继续,工厂事业争争日上,还在新疆原建了一个工厂,创造了200多个就业岗位。 从现实中的陆勇,到电影中的陈勇,我们看到了一个中产人士,变成了一个底层凝重,一个加进一时的病人,变成了一个落魄街头的小商贩。 也许,影片中的陈勇,不仅仅是陈勇本身,它更象征了大多数人的一种普遍的人生困境,人生行走至中年,年少的梦还没有来得及实现,就已经失去了在做梦的机会。 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,只能咬几牙关前行,像放肆的哭一场,都成了中年人的罪过。 压抑,鼻子,困顿,无力,缺钱,缺爱,缺希望。 好像每个人,一生中都会遇见这样的人生困境,我们身陷其中,我们寻求突破,但是却始终找不到方向和出口。 压抑,成勇,是你,是我,更是现实中的每一个人,零二我们有人性的局限,但也有神性的超越,在现实生活中,如果你面临和成勇一样的困境,一样的诱惑,一样的纠结,你会如何做选择? 成勇面对他卧在床的父亲,即将被前妻带走的孩子,他选择了向现实妥协,砸开被房东锁住的窗户,跳进自己租的店铺,在黑暗中找到那张能救父亲的名片。 那张明天是一个叫吕兽医的白血病病人留下的,吕兽医得知印度有种仿制的格列宁很便宜,国内一盒卖4万块的药,印度带回来才几千块,所以他找到成勇,经常从印度贩卖走私神流的小店铺老板,希望他能帮自己带药回来。 吕兽医帮传军事,成勇知道走私要挺办法,所以他一开始选择了拒绝,但是面对傅男子离,他选择挺而走险。 这次冒险的选择却成了成勇人生中的重大转折,他通过走私仿制的印度格列宁药品,赚到了很多钱,是的,虽然也帮助了很多白血病人,但这时的成勇,没想要当什么就是主。 他在印度药商面前,斩钉截铁的说,我要赚钱,通过走私来赚钱,这是中年落魄的成勇,最本真的初衷,他需要钱去换取父亲的健康,孩子的团圆,他已需要钱来改变自己一蹶不振的人生,因此,他没想过什么救人。 在得知有人可能举报自己卖假药之后,他更是放弃了继续卖药,而是用卖药积累的原始资金,转行做了纺织厂。 我想,我们大多数人大概都会做出和成勇一样的选择,因为这真实而符合人性直线,我们在没办法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尊严的人之前,是不会成为神的。 成勇的第二次选择,是看见吕受益,因没钱继续服药而病逝时,走过那条被白血病人占满的长长走廊,他从那些眼神里,看见了绝望后的瓶颈,这无声的瓶颈,触动了已经换小康的成勇。 电影中,在成勇决定,重新贩卖印度格列宁的时候,他前往印度,在烟雾中,有神像经过监视。 成勇预见的这两尊神像,是印度教的士婆神和嘉宁女神,象征着暴力,黑暗和毁灭,但同时也代表着新生,这恰恰象征着成勇的这次选择,是他突破了人性的限制,创过黑暗的囚禁,接近神性的过程。 与其说我们看到成勇身上呈现出来的人性光辉,倒不如说,其实是我们内心的投射,我们也希望面对这样的选择,能够展现出神性的一面。 与其说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有力量,带给这个世界一丝丝光亮。 与其说,是选择,定义了你究竟是谁,得了白血病,从农村老家跑出来,就再也没回去的黄毛。 说自己不想给家人带来负担,为了给得了卖力白血病的女儿治病,晚上要去酒吧跳当广武的私会,忍受了不知多少委屈。 But God bless you,挂在嘴边的牧师,为了帮助更多的白血病人,也加入到犯法贩卖药品的阵营。 面对一个哭诉自己,因为得了白血病,而吃狂了一家人的老人家,警察曹兵放了所有可能知道线索的病人。 这些人都不是呼风唤雨的大人物,都是生活中最普普通通的市井小民,都是走在街上就会被人群淹没的普通人。 但是,这每一个普通人,都在最关键的时刻,坚持了自己一丝善意的选择。 黄毛为了保护春勇,自己开着藏有贩卖药品的车,在和警察冲撞中丧生,似会看到卖假药的药贩子,二话不说拿起凳子就开始打,哪怕明知敌多我寡。 牧师不顾自己安危,拆穿假药贩子的真实面目,结果被人抬出会场之外,警察曹兵以自己无能为借口。 主动申请终止调查,曹兵终以为是,看似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选择,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杀绩。 这挽救了无数个身坏玛丽白血病人的生命,拯救了无数个深处深渊的家庭。 和这几个人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夜场的领班,当他面对承拥的一堆钱时,他选择了在公众面前跳脱衣舞,他选择了放弃自己的尊严,来换钱。 但是他也可以选择,维护自己的尊严放弃钱。 这两种选择,或许没有现实意义上的高下之分,甚至我们无权评判他的选择。 我只是想说,他不是没有选择,正是他的选择,定义他究竟是谁。 就像程勇、黄毛、牧师、慈慧、警察一样,他们的选择,也定义了他们是谁。 倘若你也面对血淋淋的现实、黑暗的深渊,希望你依旧能看见自己的侧影之心,坚持住善意的选择,因为他,不仅仅定义了你究竟是谁,他更可能是带给这个世界的一束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